把家事就不晾去 咱没有啊 跟谁俩呢 喝我呢 垃圾巴巴老洋炮 装管裂了呢 你真拿我相访去 毛子不当回事啊 把家事晾着 众人这不就全瞅小黑吗 孙成孙小黑 这相方小黑 瞅瞅毛子 又瞅瞅杨彪 我说了这是93年的小黑 你不是说03年的小黑 小黑瞅瞅 杨彪这时候都不是小黑 知道他是一起来的 瞅眼小黑 咋的啥意思啊 小黑瞅瞅 那个 那个 杨彪大哥 杨彪一瞅啊 咋的 那个 那啥 什么没带 带来 表哥 我 我是相方的 我叫小黑啊 那个 跟他一起来溜达溜达 就是卖卖单 啊 你看这出钱 耍滚 我也没参与啊 赢钱跟我也没关系 我就来溜达溜达的 那个 那没啥事 那个 那 那 那我 那我先走了行吗 啊 杨彪一瞅 啊 你是跟他来 啊 帮低了吧 那你走呗 啊 你走吧 那跟你有啥乖 你走吧 小黑一瞅 那行 那我先走了啊 那谁要 哎 毛的瞅不战 小黑 你啥 小黑 小黑一瞅不战 毛的哥 你这事吧 你这 就 你出钱 出鬼 眼睛抓住了 你跟人好好说啊 眼睛杨彪大哥 没查毛病 是不是 你跟人好好说一说 好好闹 你这玩意 你不占理 是不是 啊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 小黑出门了 毛的讲话 哎 我操 哎 小黑讲话 我管你哪笔事呢 老铁人家屋里面十多个 院外面可能还有人 啊 人家拿着一把 就老羊炮子 还有不少砍刀 就我掏出来 巴就打倒一个 人家乱刀不砍死我呀 啊 我啥兄弟 我跟毛的就是认识 毛的让领我见见世面 他这两天赢 基本二十来万 他没给我基本扔一分呢 嗯 我就来溜达了 我扯那赌 他二十万给我 给我劈十万 我跟他干去 对不对老铁 无力不起早 我扮不上 哎 小黑 没干 出门小黑走了 这小黑走 杨彪再回头 瞅瞅毛的 啊 毛的瞅瞅 瞅瞅杨彪 杨彪瞅瞅毛的 啊 毛的 哎 你说是 我看你呢 还是你自己断纸呢 我帮帮你呢 还是你自己断的 来留根手指的吧 啊 赶紧的吧 啊 毛的瞅瞅 这个时候 人兄弟就往上围了 毛的这姑娘真害怕啊 汗到下来了 拿笔完剁手指 是这点心的 不是 杨彪 你想好了啊 我 我他妈一共就耍钱 赢个二十来万 而且我说把钱都给你倒回来 我也是乡方一代大哥 你这么整可就结仇了 兄弟啊 你这么整可就结仇了 咱们还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你这么整结仇了 你让我走啊 我明后天把钱都给你送过来 一分都不差你的啊 哈哈哈哈 他你下那个B样 啊 我看你呀 好像没有那个胆量自己多 兄弟啊 来 帮他 耗那屋去 给他多个手指 啊 哎 不是 哎 上去 杨彪一白手 上去几个小子 耗着乔水瓶 来来来 他一个人啊 你眼见凶的是这个 耗他 就给拖那个西屋去了 农村东西屋 那大院子房子 小仓房里去了啊 可能 这边 几个老板瞅瞅 彪哥 该说不说啊 在哈尔滨 要做最干净的场子 就是你 而且这些玩家啊 要说有点啥 别的事 就你主持拱到 该说不说啊 能看出那小子 哎 是个他妈社会人 但你真不惯他啊 刚才说 乔水来的不惯他 我真相信你这个实力 杨彪讲话 谁也不好使 那边 兄弟一听 说他妈大哥 要跟手指动 那时候兄弟都为了 大哥都得都得 讲话啊 那都卖命使劲 把当时谁呀 把当时毛子的手 毛子讲话 那撕不过呀 把毛的手 老铁 右手的宗旨 就给薅出来了 那边拿个鸡 拿个那个刀 那边 啪啪的呀 就听那屋一声惨叫 玩埋的的 早晚的完蛋 见江湖的早晚得还 有句话说的好 毛子当时手就被剁了 那十指连心的疼的 那边也就过了进屋 说彪哥 手指挡完了 杨标讲话 耗过来 啊 耗这个当时毛子 那疼得汗头透了 把毛子就耗过来 毛子手一拉拉 疼血 啊 啊 啊 这是杨标 瞅瞅毛子 毛子 记住了啊 我他妈剁的你手 啊 鸡业上 我他妈直接 扔狗圈里 喂狗 我还能让他鸡业 我告诉你啊 毛子 手指的剁了不熟 我给你啊 三天时间 这三天啊 我知道你在相方牛逼 但你记住了啊 你他妈三天之内 你把钱给我送来 二十二万 少一分 你记住了啊 我上那个乡方区 我照样干你 你看我杨标 有没有这实力 啊 差一分都不好使 毛子瞅瞅 啊 啊 啊 行 行 他能说不给吗 这不给还得剁他 行 我给你 我给你啊 我给你 送上我上三院嘛 啊 行 三天之后啊 你妈呀 啊 这么点 给他送市区去 找个医院 哎 这不吗 很快 人家那帮兄弟开车 就把这毛子给送出去 啊 到那个 这个市区 把往的医院门口 这一蹦啊 人家开车就走了 那老铁 毛子当时天 当天就住院了 啊 那你说毛的手指被剁啊 而且是乡方区的一个大哥 被这个啊 松北的一个大哥给磕了 从道德上讲吧 都是混热会的 抓住他妈 就把钱退回来市场嘛 一般人能说得通 你再剁一手吧 从道义上讲 从江湖道义上讲嘛 可能多少 有点有点狠 啊 说实话 那杨彪就这样人啊 他也没成就逼 他就这样性格 他不是针对毛的 那老铁 咱说了 毛子毕竟是个是个大哥呀 也是乡方区大哥呀 能这么手指都被剁了 就就认了嘛 那咱说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 毛子在医院里面 那肯定给兄弟打病话了 那兄弟到医院 又又护理又干啥的 等第二天 毛子从这个麻药劲醒来之后 毛子第一个闪念的老铁 脑袋里面第一个闪念的就是 小黑 我是你来了 你不讲究 毛子给小黑一顿臭骂呀 就在心目总啊 为啥呀 因为你说当时如果小黑 要是真硬气 要像袁南那时硬气点 一起去 小黑巴就掏出一把东方山 唱你嘛 谁跟我大哥的喝的啊 我就撂倒你 帮一下子真打倒一个 还不一定咋说呢 这说实话 对面就有一把老羊炮当时 那毛子当时醒了之后 兄弟不知道咋过事 就问他说 大哥咋去了啊 毛哥 毛子讲话了 你妈的 他能跟兄弟说吗 多丢人呢 小黑 小黑 他就骂小黑 那兄弟不知道咋过事 还以为说跟小黑干仗了 不应该呀 大哥手指是没了呢 但是有聪明的人 他兄弟就知道了 说是不是毛哥上松北区耍无赖烟 给抓着了 那大哥耍钱的能不知道吗 老铁 那就在第二天的下午 毛子这个手还疼得 给我那个正疼着劲呢 毛子电话就响了 啊 旁边人说 大哥 你电话 毛子手挺疼啊 手指都不可能给的 剁了 人家就基本上恨不得喂狗了 毛子就这个了 就这个手 手指 哎 我这手根本都不好使 哎呀 哎呀 我这 瘦大招 筋撑不开呢 就这子是毛子手 毛子打电话一起 喂 谁啊 毛子 我 杨彪 杨彪 你干 你干啥呀你 我干啥 咱俩是不是事还没解决完呢 杨彪 你就不过分了啊 我说 我把钱给你送回去都不行 把我手剁了 你他妈剁我手指的 你还想咋的 还想咋的 我不跟你说了吗 啊 你把那钱给我送回来啊 二十二万呢 我送 我送你腦啊 我送 哎呀 咋的 乔治平 这他妈刚从我这嘎子走 嘴又硬了 是吧 哎 不是你你你 你改我这嘎子的时候 你怎么老是不这么硬是呢 啊 你怎么像个怂包似的呢 从你下的个B样 裤头都透了吧 啊 不是 杨彪 你别过分啊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整这个B样 医药费都花好几万了 你还管我要钱啊 我没找你要医药费就不错了 毛子 我多年手指的 那也是你他妈咎由自取 啊 但是我跟你说了 你别以为我杨彪说这话 好像空话似的 三天之内今天是第二天 你明天你不把他钱给我送过来啊 毛子 你信不信我上他妈乡费 我干你去 就你这种人 我跟你说 就这样你碰就我这种人 哎 我他妈就认真了 杨彪 你在B样啊 说杨彪 你别太凶人啊 我跟你说 我毛子也是乡方区的大哥 我告诉你啊 你再赛脸 你别说 我上松北我干你去 哎呀 毛子 你可真有尿 啊 那你要是真是个手的话 哎 那你上松北来吧 你看看我 你看看你到松北 我哎 你这当时昨天 你要是你要是这么叫板 我直接把手都给你变成秃爪子了 我就不给你留四个手指头了啊 毛子从那时候不就老铁那不就敲九指吗 啊 这小子叫敲九指 敲九指这么来的 剩九十指头吗 毛子讲话呢 牛啥比业牛比业 我上松北找你家啊 你欺人太身了你啊 多少还要钱啊 你说妈在哪呢 我就我找你家 哎呀 那你来吧 我在松北呢 我家等你就完了呗 还咋的 你啥出来 我啥出去啊 你站不站 啊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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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养天伤 我明天去 明天晚上呢 行 那我等你啊 乔瑞平 你来 你看你来 我 我让你手 四个手指头 我给你留着 啊 我就不叫杨彪 行 你等我 电话发灯 这就料了 啊 话不多说 时间呢 就来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 毛子在院里面 这不就住两天院了吗 啊 毛子的手在过那 咱说了 伤口虽然被砸了啊 他最起码不流血 不干啥了 也处理差不多了 毛子确实是一代大哥啊 人在乡方区确实好吃 老铁 毛子这一天上午 在乡方区拿电话 就开始找人了 第一个电话打给谁 老铁 你们猜 第一个电话在 肖峰区的打给谁呢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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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背过去了啊 一个小子在这个麻将馆里面 这打麻将 电话响 哎呀 毛子 给我打电话呢 喂 毛哥 小害 小害 你在哪呢 啊 不是 毛哥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小害 你也真不讲的 咋俩一起去 送别耍钱 你给我扔那的啊 你小害 你不是你玩社会 你这么玩啊 不是 毛哥 那你说 你抽稳了 你到那样眼也给摁了 你说那么多人 你这又刀 又又又又又 又瘾了 你家伙咋 你身上不有家伙事是吗 你不常年家伙不离手吗 你把家伙事晾出来 我能挨揍吗 啊 我手指也给剁了 小害也不知道手指都被剁了 小害别想到对面那么狠 真的给剁了 不是 毛哥 手 手真给剁了 不是 真给剁了 家给剁了 小害 你试个 试个爷们 你跟我一起去 你又不应该走啊 啊 小害 你玩这会 你这么玩 不是 毛哥 咱来说实话 那你说 就不是说我怂了啊 就是打仗嘛 也得师出有名啊 对不对 我小害玩社会 我也玩个人意 那你说出轨在先 你本身就玩了 你人抓着 你还跟人家叫板 你这事你做的就不对 你放屁 小害 啊 不是 行了 啊 我也不说你了 小害 我今天呢 我要去 我要我要跟那个杨标摔点 啊 我要上松北干的杨标去 你跟我去不去 啊 咱俩认识一回 你今儿你要去的话 啊 小害 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就 咱俩还是哥们 但你今儿你要不去 你要是拉了小害 以后你别说 你认识我乔水平啊 你一会儿一个毛哥叫的 我今儿我才认出来你啊 你去不去啊 咋的 要跟我绝交啊 你去不去 我就问你去不去 啊 那个毛哥 你站不上啊 我还有事 我忙着 我就不跟你闹了啊 哎 哎 小黑箭话呢 我 我疯了 啊 你毛 你毛子给外面出钱 你你迎钱出钱跟我没关系 你爱给剁了 你 你要我跟你去 最关键的是咋的老铁 那杨标不好惹啊 杨标在松北区我说了 人家老杨家 杨标大杨老二杨老三 就像杨大狼 杨二杨三狼似的 啊 哥们兄弟姐妹就贼多 然后自己的大侄子啊 我一点不吹牛逼 杨标喊一嗓子 亲亲就得来五六十 你说呢 人家那个 而且那松北那时候 就像那个农村 一进村子似的就像 那全是屯亲 打仗还狠 啊 人家还没得钱 你跟你扯啥呀 你还骂人家 小黑就没关他 电话就给料了 这不上下杨标了吗 啊不是 上下那个毛子了吗 毛子气的呢 啊 那时候卖脖子更白扯 小黑一瞅啊 不是毛子一瞅 是我也不找贼了 我就可有自己兄弟吧 他毕竟在相方居豪使 毛子当时告诉兄弟 说找人 啊 上松北 这时候毛子就开始 从白天就开始找 从上午就开始找了去啊 一直找到下午三点多钟 该说不说 找了多少的 也不少啊 这时候毛子的兄弟 给这个下面 就就就就跟毛子汇报了啊 那毛子不也有个娱乐城吗 给楼下 这种这咱说了 楼下就得来了 地有个 地来了地有将近二十个车吧 那二十个车 一个车四个人 就得来骑不实 也不少 这兄弟就上了 就报告了 说毛哥 啊 人马来差不多了 咱啥时候出发呀 毛子讲话来多少人啊 地有骑不实 毛子一听 有拿热兵器的吧 有啊 热兵器也得有七八瓦 七八是人啊 然后十比一 十个里面 就有一个拿热兵器 毛子一听 够用了 啊 走 下楼 出发 毛子下楼啊 这工程就从这个 当时相方区 领着这方人 就往那个哪去 就往那当时沾书来 啊 这个这个松北那一带区 啊 哈尔滨馆叫江北啊 没毛呸 就那块 啊 松花江一北 就往那边去 这时候冬天呢 天黑的比较早 老天 你看三点多钟 四点来的时候 就见黑了 那咱再说是杨彪 杨彪当时啊 在自己这个松北的一带 本身杨彪就好使 从这个 他不用 就都不用提前找人 就在中午的时候 杨彪就跟兄弟就说了 说 出去啊 啊 刚好跟前的这帮小老店 说晚上啊 有个乡房区的 一个小子 耍钱 耍无赖 让咱抓了 不服气 要来寻仇的 你告诉他们 说彪哥那个街晚上有事 让他们来过来帮忙 加油老洋炮 拿洋炮的 没老洋炮 拿砍的 拿棍子的啊 该来来 啊 一会儿啊 大锅炖上猪肉 咱们喝点 杀点猪生的猪肉血肠 那老铁 从中午就开始 杨彪就杀猪 老铁杀几头猪 杀了当时五头猪 啊 杀了五头猪啊 也是大家族啊 兄弟们跟他卡卡 死啊 啊 猪吃叫唬 然后老铁 猪肉穿血肠子 拿家忙活着 好几时人跟他忙活着啊 老铁来多少人 你猜 屋里屋外外面扣大棚 前院后院都坐满了 二百来人 啊 亲近就有四五十 老铁 没告诉你吗 来了二百来人 啊 只多不少 都是跟前那些混的 十八大九的 二郎当岁的啊 而且那个年代老铁 就是刚开始进这晚上啊 很多家没上酒 包括以前可能有这个 附一辈愿意打点猎的 愿意干啥的 那老铁这么说吧 老洋炮子就拿了 当时第五二三十把 就老洋炮子 就那啥盆子啥的啊 还有几个拿送馆 啊 但全是长假 这不吗 等这帮小子 从那个下午 这个三点来钟 开始喝 喝到四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都喝的热情高涨 也都知道 说谁跟彪哥装逼啊 啊 让他进屯子 直接就闷倒去啊 还能让他进屯子 经他那个地方 别说屯子啊 就咱这么说啊 第一有个桥 哎 有个桥 有个桥啊 就进今天的 必经之路吧 就进他家 他家本身就过桥 就他家到边啊 第一户 大户 那老铁 这时候 到四点半 五点来钟的时候 啊 毛子就给杨彪打电话 那往这快到了 杨彪就接了 那时候人打电话 还还还得通知一声呢 啊 喂 啊 咋的 毛子 杨彪 我快到了啊 你别跑了啊 快跑了 我跑 我是你儿子 我跑了 我在家等你啊 你端着到 十五分钟吧 行 好啊 我等你啊 这杨彪一聊电话 头上屋里这帮人 都喝一斤来散白酒了啊 咋 出门口 人来了一会儿 啊 穿着大米尔二绵裤的啊 冬天嘛 挺凉的在这儿啊 这九四年的 这个二三月份 这大伙拿着这个老羊炮子 这呼拉的 站在前头 这有二三十人 拿家伙事的 上前头 卡卡的 带个大耳报 大面帽 啊 拿老羊炮子 一站二三十 后面拿了个片行的 钢管的 一溜黑呀呀的老铁 就从那个桥头那边 就站到这头了 一到参加院子 全是